鄭俊宏和何硬斯 日前為鄭丹 誰主持的健康蛋節目擔任嘉賓 首次公開分享他們的兒子鄭暫停 被診斷幻想罕見遺傳病 天使綜合症的心路歷程 何硬斯就說在懷孕期間 他們都有定期進行各項的產前見檢 但報告就沒有發現任何潛在的問題 但隨著兒子的成長 他們就發現兒子的發展進度 明顯比其他同齡的小朋友慢 天使綜合症是一種罕見的遺傳性疾病 發病率大約是全球1萬至2萬人中有1個 而目前已知在香港的天使綜合症患者就有60個 鄭俊宏就坦然 確診的時候一時間都很難接受 心情跌入谷底 抱著兒子的時候甚至懷疑自己 認為是自己的責任導致小朋友的痛苦 要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才逐步平復心情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他和老婆的想法都是一致 面對這個艱難的處境 他們積極採取行動 主動接觸了不同相關的團體 努力了解更多有關天使綜合症的資訊 接下來他們將會聯同香港天使綜合症基金會 籌備一場慈善演唱會 希望不僅能為患者和他們的家人提供協助 也希望提高大眾對罕見遺傳疾病的認知 以及對特殊群體的同理心